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超級黑 幻癌事件 驚爆國產世紀秘密 為脫鉤做準備 中共增持黃金減美元儲備 暢強化國有經濟 有限危機 拜登家族多人社從中共國洗錢 將收到約20多張傳票 哈馬斯的噩夢來了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8日星期三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超級黑 幻癌事件 驚爆國產世紀秘密 阿波羅網記者孫瑞厚報導 今天有兩個奇怪的熱搜 中山二院乳腺外科和蘇世成 裡面的內容簡直悚人聽聞 原來這家醫院的醫學生突然集體出現了癌症 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導師 便是熱搜中提到的蘇世成 在網友投稿中 說疑似原因為實驗事故 因為這個實驗主要的研究課題為促癌機制 所以有人懷疑是實驗室的試劑所致 一位前北大本科網民爆料稱 不知道中山大學學生患癌的消息真假 但是想吐槽一下關於試劑安全的事情 這件事不光是無良導師的問題 而是整個產業都問題很大 草菅人命 第一節普通生物學課程老師就提到 任何國產試劑都要當作劇毒致癌來處理 因為國產試劑往往根本不會寫潛在的毒副作用 原因是這方面監管空白 一旦真的信了說明書的鬼話 是要倒大煤的 並且有的毒副作用很多年後才會體現 到時候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中得著 然後關於試劑廠家 很多無良廠商把劇毒致癌試劑換個名字 就敢包裝成環保不致癌試劑 舉例如核酸染料Galtview 你現在去百度搜 還有試劑廣告說 這是新型環保染料 隻字不提毒害作用 最後關於實驗室的防護 新型染料 包括傳聞裡的構建腫瘤模型的實驗操作沒啥特別規定 有時候簡單的腫瘤模型 甚至敢讓本科升上 本科時一名學姐一進實驗室就有嚴重的不良反應 馬上就停止試試驗去做數據分析了 自己做過一個小實驗 操作完之後吐了半年 但根本沒有引起學校重視 反正就這些了吧 希望學弟學妹謹慎選擇實驗室和誘變劑 放射性試劑以及具有神經毒害 胚胎毒性作用的藥物打交道時 一定要小心 最好遠離 最後 永遠不要相信國產試劑和老闆 發現自己或者是學長 學姐 學業或者身體狀況不對勁 盡快跑路 小命只有一條 為脫鉤做準備 中共增持黃金減美元儲備 暢強化國有經濟 外匯管理局的數據顯示 中國已連續3個月出現外匯儲備規模減少的情況 至10月外匯儲備規模為31012億美元 是今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但黃金儲備則連續第12個月增長 與此同時 剛結束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 發出過緊日子和優化國有經濟布局訊息 連串消息透露中國經濟什麼樣的最新情況 經濟學者程曉農表示 中國外匯儲備過去3個月 以平均每個月減少400億美元的趨勢下滑 已到達警戒線 顯示中國經濟整體下滑嚴重 又說 原本中共成立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 是要深化對市場經濟的改革 現在卻提出要強化國有經濟 凸顯中國政府已無法挽回經濟差的局面 臺灣東華大學新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松星表示 委員會提出要強化國有經濟 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上臺以來 信賴國企的態度很一致 又說 在民營經濟與困難時 習近平加強經濟向左轉 是順勢而行的做法 也可能是想用國企的力量解決房地產暴雷造成的經濟殘局 陳松星表示 民企目前面對暴雷或違約 在很窘困的時候 takeover收購的成本相對比較低 國企趁機會繼續擴大在經濟裡面所扮演的角色跟份額 帶中國經濟回到計畫經濟 我覺得這就是順勢而為 像恆大 碧桂園和萬科 是不是也有說國企要對這些搖搖欲墜的民企takeover 我認為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性 至於中國外匯儲備減少 同時增持黃金 經濟學者施令表示 這既是支撐人民幣價值的做法 也可能是為脫鉤做準備 司令表示 中國似乎正在朝著和美元主導的國際資本市場脫鉤 好像在為這種將來的可能性做準備 因為現在中國政府說 我手中有大量黃金 它自己有黃金儲備 就是人民幣不怕貶值 以後我不管你美元怎麼樣 我和美元就沒有關係了 右線危機 拜登家族多人涉從中共國洗錢 將收到大約20多張傳票 今年9月 眾議院委員會啟動了對拜登的彈劾調查 兩名與調查有關的消息人士告訴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預計最早將於本週中旬收到傳票的人 包括拜登的次子亨特和胞弟詹姆斯.拜登 此外 負責調查亨特法律糾紛的特別檢察官魏斯 美東時間7日將在眾院司法委員會出席閉門聽證會 這是特別檢察官首次在調查過程中回答國會調查人員的問題 美國聯邦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科默已經透露 未來幾天內 美國總統拜登的家人將收到大約20多張 與腐敗案件有關的傳票 這一消息是在6日接受福斯財經網採訪時發布的 據他所說 很多人被捲入了金融黑幕中 他們將不得不在國會面前作出回應 根據調查 拜登家族創立了20多家空殼公司 從中國進行洗錢 金額高達2400萬美元 9名總統家庭成員從中獲益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種種不利於拜登選情的報導 都在社交媒體和美國主流媒體上受到了封鎖 哈馬斯的噩夢來了 以色列國安消息人士透露 以色列國防軍進入下階段作戰 全力瓦解北加沙地道迷宮和殲滅哈馬斯首腦 路透社報導 在地面行動中 乙軍更出動機器人和秀坦犬負責定位和出探地道入口 一力特殊部隊未來攻入地下 同時派出推土機 摧毀部分地道入口 此外 乙軍近期轟炸加沙北部最大的特拉扎塔爾水庫 X前推特賬號Alex陳11月8日發文 加沙北部的特拉扎塔爾水庫遭到以色列戰機轟炸 導致哈馬斯缺乏水源 同樣面臨缺水困境的 還有不聽從乙軍警告撤離到南部 執意留守在北部的哈馬斯同情者與平民 他們目前每日僅能分配到50毫升飲用水 當於身處地面上面臨缺水相反 位於地道內的哈馬斯 已經陷入了淹水危機 Alex陳指出 乙軍將水灌入哈馬斯地道 地道開始淹水 地下60米很快就會被水灌滿 身處地道中的哈馬斯領導人 若不想淹死 只能離開地道 面對被乙軍發現並擊斃的風險 不過 由於多年前 埃及也曾引入海水 灌入在埃及段的地道 因此哈馬斯在地道內也設有防水閘門 至於是否能阻擋這次乙軍的水淹 還有待考驗 乙軍發言人哈加里7日則表示 戰鬥工程部隊不斷使用爆炸裝置摧毀地道 目前已破壞超過100座監警 以色列前情報官員梅拉米德也表示 先前國防軍研理一套監使計畫 鎖定哈馬斯的地道系統 火箭發射點和首腦與武裝分子等 關鍵在於要徹底消滅哈馬斯首腦 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今天的內容是 誰會對李克強下手 這4個人有條件 又一手網絡神曲被封殺了 擴張中東影響力 美獲悉中共你在阿曼建立軍事基地 以烏結盟了 以F-16戰機幫忙打俄基地 數十俄軍受傷 原因竟然是 致勇雙拳 北京人突破封鎖 大規模悼念李克強 請點擊右上角觀看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分享你的見解 也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請問您在討論一下 請問您在討論一下 感谢观看